我们已经把盖特从过去的二线的社交媒体 已经变成了全球领先的技术性的 即金融支付改变社交媒体存在方式 使用即金钱和区块链和未来的AI 和社交媒体传统的广告和依靠广告商 和不能独立的让媒体使用和社交媒体 发挥美国的言论自由的这种灾难性的时代彻底结束 我们都知道过去的世界上的大的社交媒体 创始者Facebook Twitter等等等 包括YouTube都在尝试着脱离广告盈利的模式 在改变社交媒体存在的 现在的已经不能适应社会 区块链化AI化数据化和未来的无线网和天空网 以及量子电脑时代到来的这么一个社会的需要 甚至不能再发挥一个引领社会走向文明的这么一个作用 甚至成了一个社会上自由民主和追求法治人的威胁 如何使社交媒体成为人类文明的最先进的力量 这是全人类都在探索的一个问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